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,孔明辉类斩马素,周房断发,转曹修,书间上回,却说马素失了接艇,诸葛亮迫于无奈只能退军,欢欣张包埋伏在武宫山小路来迷惑司马懿,而马带姜维则负责断后,击退了曹真的追军,各队击战无数,各有损伤,唯独赵云邓之这一路却毫发了。 无损,诸葛亮问起来,邓芝说,赵将军让我带兵先走,他自己亲自断后,斩将立功,敌人惊怕,所以我们这一路啥事也没有,孔明感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,要知道此时的赵云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,还能如此有汉,真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。 夸完了赵云,诸葛亮的脸就彻底垮了下来,他先是换来王平,我让你和马素手接挺,你为什么不劝他大路口扎斋? 王平也很委屈,成相,我劝了呀,我根本劝不动他。 诸葛亮喝退王平,又怀马素入仗。 直接马素将自己绑了个结结实实,直接跪在仗前,而诸葛亮脸色极其阴沉。 我告诉你多少次,接听是我的根本,你以全家性命立了军令状,但凡你听那王平劝告,至于如此失败,如今败军折将都是你的错,如果不把你名正典型,我难以扶重。 你放心,你死了,你的家人,我一定会拖荡安置。 诸葛亮说完,就让人将马素推出去,此时参军讲晚,从成都而来,见要杀掉马素,赶忙阻拦。 诸葛亮是泪流满面,摇头不许,最终还是将马素处死。 却说诸葛亮斩掉马素,便上表请罪,请自贬丞相。 刘善拗不过,只好贬孔明为右将军,不过还是带行了丞相之责。 这孔明在汉中历经图治,积聚粮草,打造工程器械。 有魏国探子探明消息,便回报了皇帝曹瑞。 曹瑞问见于司马懿,司马懿则说, 此时蜀汉不好打了,我看着诸葛亮是想要暗渡陈仓。 陛下可派好招前去镇守陈仓。 却说这边好招去了陈仓,另一边扬州司马大都督曹修上表, 说东吴的博阳太守周房要做内应,祝大卫打败东吴。 嘿,这种好事,宁可信金友,不可信其武啊。 于是曹瑞派司马懿去江陵,贾奎蛮丑不治来住曹修。 对于周房是不是真心,其实贾奎是非常怀疑的, 他就曾说这东吴人向来反复不一,说不定周房就是要耍诡计。 曹修也是半信半疑,这天周房就来见曹修,曹修问他, 嘿,我这儿有人怀疑你啊,说你可能是假投降。 周房听了放声大哭,拔剑就要自吻。 曹修赶忙上来阻止,周房拿着剑说, 我对你所说都是我肺腑之言,如今你要怀疑我,我没什么好说的, 唯有一死证明我的真心了。 说完周房接着就要自吻,曹修这回啊,真心了,赶紧抱住周房, 说,我信你,信你,赶快放下,赶快放下。 周房这儿还没消气,直接用剑割下了自己的头发, 我要割发明智,哎呀,好好好,曹修各种安抚周房, 此时假葵忽然来了,你为啥来了呀? 嘿,我听说呢,周房什么割发明智,曹都督你可千万别信, 这都是骗你的。 曹修听到大怒,当即夺了假葵兵权, 当周房听说假葵被夺权,心中暗喜。 哈哈哈哈,我周房当然是骗你曹修的, 要是你听的那假葵,我还玩个啥。 于是周房将曹军消息,悄悄传给了都督陆迅, 陆迅早就设好埋伏,等待曹修, 可怜这耿直的曹修直至陷入重围, 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个底调。 曹军被杀得丢回气甲,死者不可生数啊。 在这一回,马肃作为阶庭一战的罪魁祸首, 被诸葛亮内流满面的斩了, 那现在我来还原一下真实的阶庭之战, 看看是阶庭是不是真的救马肃一个人的国。 首先诸葛亮出兵北伐, 要一口吃下整个梁州, 所以赵云兵出邪谷牵制曹真, 马肃兵出阶庭阻击张和。 诸葛亮以为, 这样就能争取到足够多的时间, 让他打下整个梁州。 然而曹军又不蠢, 会任由你的计划逐步实现吗? 所以当诸葛亮兵至梁州之时, 曹军马上就意识到了, 而张和立刻出兵接庭。 所以马肃在接庭遭遇的是张和的部队, 而当时张和有五万人, 而马肃手里可能只有先锋军一两万人而已。 兵力相差如此大, 马肃怎么敢在平坦大陆上暗影渣战? 他只能选择在山岭高处。 到这里其实马肃都没有犯错, 只不过接下来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, 他并没有先张和一步, 发动进攻。 也就是说让张和拿回了战场主动, 并借此成功击败了马肃。 总结起来, 这马肃之所以会失了接庭, 固然有他自己的问题, 然而根本的错还是诸葛亮的。 诸葛亮一味相信自己战前制定的计划, 天真的以为曹军会按照自己的计划时间来增援梁州, 却没想到过打仗的都是人, 张和更是无子良将, 怎么会让你的计划得逞呢? 这老罗写三国为了诸葛亮光辉形象, 把所有黑锅都推到了这马肃山上, 不得不说马肃真有些冤枉啊。 回到故事, 如今曹兄争东吴失败, 操卫实力大损, 诸葛亮对此会有什么样的应对呢? 咱们下回分解。